好 那现在我们这边要选一位 要站上去了 哥 哥 你能上吗 哥 哥 真不能莹光 真的 哥 这个事是这样的 两位前辈就不要站上去了 你们两个人 你们自己想一想 你的名字里有一个站 有一个站 对 站还是不站 我去吧 我来吧 你来站 我可以 好 来 少站 我们这边是 小宁和克勤哥两位朗诵 你选一个 我要选小宁 因为粤语我 克勤哥一定会用粤语朗诵 对 粤语 不行 粤语不行是吧 粤语不行 好 小宁 组合准备 三 二 一 请开始 就是吧 那个 从那个 就老远 老远那个地方 那个 海的那个辫上 那个辫上 然后呢 咱就 慢慢 慢慢就看不到了 然后本来就看不清 那个小脸吧 不知道怎么又 好像又 能看清了 她们还有人演呢 她们还有人演 我又 我又想 想跟你捞点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捞好 捞好吗 我就 我就先不锁了 我就先放在心里吧 然后呢 我就有一天呢 我又溜达溜达 在海边走 什么 然后 海 还急着海 然后看那个浪吧 就 哗啦哗啦的 然后 也没有办法 把每一个那个看到的东西 都给激 激净出 然后呢 我还想跟你锁 我喜欢你 但锁着锁着就 被凤刮走了 大海 听海吗 是吗 不知道 听海还是大浪 然后突然我就回头看一眼 你点那儿了 完事了 刘雨云也真的好有才 我都不知道这首 本来非常喜欢的歌词 其实是可以这样呈现的 老好了 老好了 真的 这丹东人讲话太绝了 跟大连人也很像 好 来 小哥 哥 可能他要被喷了 对 他要被喷了 我是觉得 做好准备 是大海呢 还是听海呢 还是听海 不 等 对 等二 是大海呢 还是听海 对吧 两手能不能一起打包 答案就在这两手里面 你挑一个 那就 大海吧 恭喜答对